同学们好,我是赵博士 最近搞到了一份资料 初中教师转正必做100题 我看了一下,这些平面几何题目质量都很高 有的甚至是世界名题 远没有他的题目说的这么简单 然后我就想给大家做一个秒杀系列 也就是用比较快速的方法 把每道题做至少一个解答 并且尽量用平面几何的方法来做 好的,我们先每道题给个十几秒的时间 先看一下题 我们先把题目过一遍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试一试 可以暂停了 好,第一题结束 第二题结束 好的,这是第三题 那么我们这一次就讲这三个题 第一题并不难 三角形ABC外接原欧 BAC等于60度 然后垂心H 然后再取弧BC的终点D 连接HD和AD 求正AH等于HD 那这个题 那这个题 原素只是比较多而已 我们先看一下AE是垂线 那么因为D是弧终点 所以OD连接下来也是垂线 就它俩平行 然后它俩平行之后要证明AH等于HD 然后连接HO 那么HO必然是要通过AD的终点的 就是说这边这边有一个平行线和垂直的关系 然后再连接AO的话 那么AO也应该是平行HD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证的是 事实上是要证明AH的长度 就等于我们的半径的长度 那么这样一个证明 要借用BAC等于60度 具体的做法是取AC的终点 假如这个终点不妨叫做G 然后连接OG连接AO 那么因为三角形 AFH和三角形AOG都是直角三角形 然后他们有一个相等的角 那就是AOG等于脚B 然后这边AHF也等于脚B 然后再利用一条边 因为这是60度 这是30度 所以AF等于2分之1AC 所以三角形权等 这道题还是比较容易的 第二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 一定要需要一个条件 就是DAF等于15度 原来的资料上没有印这个条件 导致我想了很久 发现题是错的 正方形ABCD 然后做一个15度角 做一个平行线 DE平行于AC 那求证 CE等于CF 这样一个证明 事实上就是要证明 这两个角相等 那么这个角等于 30度加上45度等于75度 那事实上也是要证明 角FEC等于75度 那我们再观察三角形 ACE 这是30度 这是75度 那这个必然也是75度 事实上就是要证明 AC等于AE 那这个证明方法有很多种 比如说一种正法式 向上做一个正三角形 比如叫ACP 然后P点在这 连接DP 那么这是一个15度 因为对称性 所以APD是30度 然后因为有相同的一条边 角角边 所以APD和AED三角形是全等的 也就是AE等于AC 还有一种正法式 向内做正三角形 CDP P点在这里 然后连接AP和CP 那这个角是15度 这个角是30度 所以我们还是利用角角边 可以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 好的 这一题 待会儿我会展示一下辅助线的做法 第三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题 它的做法也非常多 由于我们这个是秒杀系列 我就随便讲一种做法 如果讲到一个专题的话 我会详细介绍这个题的背景 好的 那么等腰三角形 ABC 脚A等于20度 然后这是30度 然后这边就是10度了 求证 A D等于BC 这个题 我的想法是 因为这是20度 在这儿做一个20度 然后这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下边也是等腰三角形 就等于把A D给转移到这两条边 然后在这边做一个平行四边形 事实上也就是零形 做这样两条的平行线 那么这四条线段 其实这五条线段都是相等的 然后再连接第六条线段 那下面剩的是一个正三角形 那么关键问题是 为什么是正三角形 因为我们要借助一个全等三角形 比方说这里有一点P 叫DPB和AD 比方说E 在这个地方 它俩是有一个相等的边 然后夹角相等 然后有一条另一条相等的边 所以是边角边 好的 这个题我们最后也展示一下辅助线的做法 大概思路已经讲完了 第一题的辅助线 我们就不花了浪费时间 只需要证明 AH等于外界源的半径 然后做全等三角形 这个证明就完成了 然后看第二题 第二题其中一种辅助线 像我说的是在内部做一个正三角形 然后证明三角形DPB 全等于三角形DCF 那么这个全等的原因是角角边 然后再看第三题 第三题的辅助线 做了六道辅助线 看起来像一个三节棍 多节棍 然后先做等腰三角形 然后做平行四边形 然后连接BG 利用全等三角形BDG和ADE 我们可以证明最后的这样一个三角形 是一个正三角形 所以图中这六条线 都是相等的 命题成立 就像一个三角形BDG 下期